主席還是不認對嗎 柯文哲九月五號收押後 已經被提訓四次 但除了假帳案 京華城弊案 還有北市科案等等 阿伯案件纏身 現在處境倒選之為 時任都發局長林周明 以證人身份被三度約談 證詞緊咬柯文哲 明知違法人執意放寬容積率 檢方依證據不嫌多準則 持續補強保底公訴 另一波關鍵證詞 出現在少秀沛身上 他攻稱應嫂威的便當會 就是在演繹京華城的細部計畫 疑似透過變形手法 取得容積獎勵 這些公辭對柯文哲相當不利 檢察官若要憑兩個月內起訴 只能頻頻傳喚跟金流有關的人 希望能鞏固土地事實 如果金流還沒有查清楚 檢察官會不會延壓 一定會延壓 因為都已經 頭已經洗下去 怎麼可能放棄 法界人士分析 只要金流還沒查出 柯文哲掩壓機率高 推算下來 阿伯最晚恐怕要到明年一月 才能離開看守所 如果說最後金流真的被掌握到的話 十年起跳 那因為這個案子 他涉及的利益才太大 上億元 那以這個柯文哲目前的狀況 可能最終被判到十五年或二十年 都是有可能的 柯文哲必案纏身 漸連一件件抽絲剝繭 找到關鍵證據 加上昔日下屬公辭 加劇阿伯烈勢 這下想要全身而退 恐怕不容易 3D新聞 陳曉 林鈺 3D新聞 陳曉 林鈺 台北層報道